今天來講死皇的紳士之名 秦莊鑲王本名名子楚 外號藝人 從小被送到趙國當人治 商人間政治心疼呂布韋 從他身上嗅到了無限商機啊 有天藝人在呂哥的宴席上 看到了有個小姐姐婀娜多姿 於是就有了小壞壞的念頭 呂哥看藝人迷上了自己的愛切 但還是忍痛割愛送給了他 這個小姐姐就是死皇的生母趙姬 所以大家覺得死皇可能是呂哥的骨肉 但河南大學文學院歷史教授王立群認為 這個論點經不起推敲啊 此季呂布韋列傳記載 自大祈生子症 其是只滿足一定的時間 大祈則是滿12個月 或是符合懷孕週期的意思 五代判斷懷孕的標準是 肚子微禿跟月經停止 所以代求嫁人一定會先發現 死皇也不可能在大祈時出生 而在之前生就會變成早產 結合現代醫學理論來看 孩子多少會有點缺陷 但死皇你知道的 另外呂哥想給藝人戴綠帽 政治風險是非常高底 第一不知道孩子性別 男生還有機會成為公卿 甚至是秦王 但女生在戰國時代等於沒用啊 第二藝人也不是白癡啊 趙季如果有生孕 他也可以隨時休妻 最後就算回到秦國 其實秦王死世非常多 藝人能不能上位還是未知數 所以會說呂哥是死皇生父 基本上是偏後色敘事 跟歷史事實還是有很大差異的